今天是金马伦国会议席补选的投票日 不过根据规定 任何投票站的50公尺范围内 都不能有任何的政党标志 不过西蒙候选人马诺加兰 虽然曾经当过国会议员 也曾经三次竞选金马伦议席 但他今天许是第一个投票站 也就是深德律师 却穿着拥有西蒙标志的衣服 进入投票站范围 此事也被对手 也就是巫统抨击 我认为本身的国会议员 不顾客议员和法院的法院 不顾客议员的任何法院和法院 他们做什么喜欢 然后他们继续做 即使不断阻撼 和警察的公司都被做到 本身的国会议员 但是他们却不担心 他们可能是他们在力量 所以他们可以做什么都行 事实上,当时他已经被选委会的官员请出现场 而马诺加兰巡视第二站的博淘国校投票站时,已经换了衣服,没有任何标志 有些事有点不断的,我没有发现我穿上衣服的组织 我已经进入了,当时被担任了,我已经出现了 我使用衣服的衣服,我已经出现了 我抱歉了,我已经出现了 但是,在旁边有一个女性 她告诉我,她是阿里阿諾,但是她是一位女士,穿白色 我告诉 SPR,他们也向她出现 这不是一个大问题 我没有认识,我没有认识 后来进入,我只是认识 因为在几个星期前,我使用衣服似的相似 在这里和那里,在这些执行的执行 有些时候,有些人会发生了 他不是在这些执行的,但是在这些执行的 这是我的执行业 我对这些执行的